現在再多做什麼 很厲害的 哇好厲害喔 對啊 你們都 無家 等一下是加這個 對對對 等一下再過小三都沒有關係 因為要等他那個很專精 很專精 好 同樣的 因為現在我們到第一站也是要等他進去 再才到第二站 那趕時間 我們再加精油 給大家 第三個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薄荷 薄荷 來 手拿出來 他說 薄荷 薄荷 哪個人應該是較大魚 sta 你不喜歡喔 我不喜歡白花油 這個薄荷應該還不錯吧 有一點點甜甜的 甜甜的 你沒有聞到甜甜的 因為薄荷有兩種 有的薄荷會更辣一點點 它沒有這個甜甜的 那個是有一個叫做胡椒薄荷 我們今天這個是綠薄荷 很像什麼味道呢 就是像我阿嬤以前都買清建口香糖 有像喔 所以那個它會甜甜的 就是像口香糖那樣甜甜 不會說太甜啦 就是在那樣冬冬這樣 然後呢 剛剛就講了說因為薄荷有兩種 一種是胡椒薄荷 它真的是很辣 然後呢這個是綠薄荷 它比較甜甜的 那這個薄荷比較好的是說啊 像有的精油 頭剛才有說 你精油最好是要洗濯 像我這樣 手這樣直接沒了 有的精油 你會灼傷喔 那像這個綠薄荷啊更好 它也比較適合小孩子 你拿出來有孫子啊 你可以給他用 這個綠薄荷是比較安全一點點 那當然有些人會怕說 什麼小朋友不能碰什麼髒腦啊 還是有殘痘症啊 我會建議說盡量都不要用精油 因為你不懂 那如果真的是要用的話 就像我剛剛給那個姐姐 就是用填層 填層就比較沒問題 那其他的我覺得最好不要 因為髒毛的就會涼涼 那很多精油它其實會涼涼 那你不知道啊 你如果買來的時候 那個擦了 如果它有殘痘症或什麼 就不好了 盡量就是 最好是 不一定要讓它用精油 好 那 那剛剛有說過說 因為綠貨荷其實是裡面的 那個比較 連小朋友都比較合適的 那 呃 它也是可以驅逐蚊蟲 像有的時候 我們菜市場就是有看到 我們人就是說 不要髒腦油到過頭 就是可以驅逐蚊蟲 如果像是發燒啊 或是覺得很熱啊 就是 塗在脖子上 也可以降一些體溫 降一些體溫 擦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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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在太陽穴 擦在太陽穴 擦在太陽穴也可以 就是擦太陽穴然後按摩架 對 那像剛剛也提過說 像這個啊 我們剛好有口罩啊 你覺得口罩都臭臭 就是第一粒在 扁扁 它會很強 那因為它也可以提升型腦啦 那薄荷有個作用 那如果假設說 你們孫子也喜歡薄荷的味道啊 薄荷提升型腦啊 它在脫脫的時候啊 那眼睛會比較明顯 那就是不是直接滴眼睛喔 快脫脫了 自己滴眼睛喔 不是 就是讓它按摩一下啦 或是聞一下啦 這樣子 它都會比較有專注力 好 好 然後呢 也可以泡澡 如果家裡有浴缸了 那你可以滴個兩三滴進去 然後呢 就是這樣 滾滾拉拉的 泡澡也不錯 不要用太多 不然你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很冷 會冷的聲音很大 就是滴一點點這樣子 好 它剛剛有說 它是提升型腦